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到底可不可以带外食呢 肖金慧明明就已经说是可以带的了 不过调查发现到很多影神现在近带外食的清单 竟然洋洋洒洒列了69项之多 什么车轮饼啊甜甜圈啊 网友都觉得很扯 明明就没有香味 为什么不能够带进去吃呢 而且不能带点这个鱿鱼丝 原因竟然是因为打开塑胶带的时候的声音很吵 民众说真的是非常夸张 照标识上面写着全部都是不能够带进电影院的食物 有水果车轮饼牛肉干还有饮料等等 就连鱿鱼丝都不能够带入 因为业者认为打开带子的声音太吵 那其实在塑胶带在影厅里面 它制造的声响会非常大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部分的话 我们是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带一些 什么像洋芋片啊这种 它其实是因为会在影厅里面的时候 会造成蛮大的一个嘈杂的声音 消费者说实在太夸张了 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 连矿泉水也都不能够带进电影院 实在太不通情理了 瓶子打开有正义也不能带是不是 现在有这样讲是不是 那这样有点好像有点违反到 感觉上有点违反到人的意志跟人缺 就是说不要太限制的太严格了 是可儿子啊 消费会的调查发现 全台有15家的电影院 有12家规定 有外事的限制 而且比率高达了八成 其中最夸张的是中立新桥影城 60种食品都不能够带进电影院 那个鱿鱼师 他说认为说这个打开包装会有声音 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说 业者已经扩张了这个 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范围 根据了解 行政院新闻局在99年2月份 又公告不能够带入电影院的食品项目 而现在业者自己又加了很多的项目 包括了薯条 还有车轮饼 以及布丁 果冻等等 统统都不能够带 那虽然呢 是没有办法可以管 消息会质疑 反而是影城内的商店 所贩售的饮料 爆米花 还有热食等等 就能够带进去 明显的刁难消费者 也有徒利特地厂商之嫌